自闭症儿童现在成为了一个受关注的群体 一群研究者走进自闭症儿童的女星 和她们进行亲切的沟通 发现她们的内心阴容丰富多彩 她们的权力阴容无限 电视剧大打得哭 讲的就是一个自闭症孩子成长的故事 大概群结是许浩宁和尔瓦宣大学毕业后结婚了 有次有味地过去了有交的日子 很快已有先发现怀孕了 许浩宁主动成东西养家的重任 决定下海 许浩宁工作中被老板赏实 不断被提拔 工作越忙回家越少 夫妻感情逐步弱化 在得知儿子得了自闭症后 夫妻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 最终走向离婚 浩宁独自抚养儿子多多 新娘多多由自闭症儿童 不会说一句完整的话 但是爸爸仍然不用其烦地一个字一个字教他 随时随地的教他 这天 爸爸带多多去菜市场买鸡蛋 爸爸拿起一个鸡蛋 多多多说 多多 这个鸡蛋 你要把它买回去了 煮熟后 多了壳才可以吃 知道吗 多多小心地说出饭蛋 爸爸进行交证 不是饭蛋 是鸡蛋 并反复地说 鸡 多多艰难地说道 你 爸爸正要对其进行账策交证的时候 旁边的他为老板不能烦地大声呵斥 爸爸说 来两斤 他为老板拿着鸡蛋竖着爱 多多跟着老板喊道 爱 老板继续数着鸡蛋 鸡 多多也继续说 鸡 这时旁边的爸爸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多多 就在这时 爸爸发现 虽然多多不会说话 但是也会数数 这久之后 爸爸的朋友在网上发现了自闭症的训练方法 爸爸看到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在治疗之后都上大学了 便扬起了一丝希望 训练方法里 正好包含着数字训练 这让爸爸想起来在菜市场的场景 也正是因为这样 多多经过训练 获得了数学竞赛的冠军 儿童自闭症又称为儿童孤独症 发生于儿童早期 涉及儿童的情感 感知觉 语言 思维和行为等方面的发育障碍 自闭症的临床表现一般为 语言障碍 社会交往障碍 性趋为小窄 刻板的行为模式 智能障碍等 可以通过脑电图 结构磁弓症成像 功能磁弓症成像 扣散专用成像 磁共振多谱分析 当官司发射断层选项等检查和诊断 随着医学和精神专家的生日探经 自闭症儿童有以下几种治疗方法 训练干预法 教育和训练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特殊学校 家庭 医疗经过中介绍专入的训练 自闭症儿童在学07时 可以明显地提高语言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妖狱治疗 如果儿童的情绪地位 超重可采用妖狱治疗 包括周深心分妖妞 抗精神病妖妞 抗疫妖妞 自闭症儿童虽然有一定的障碍 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能感受和丰富 我们要像对待正常孩子一样的关心 爱护他们 如果周深有自闭症的孩子 一定不要失望 要带孩子去专业的医院 进行专业的治疗 帮助孩子尽快恢复 我是帮妈 两个孩子的妈妈 一名高级利用师 兼具抄换师 有关孩子教育 生理 清理 营养 日常保健与汇率等方面问题 问我吧 好